就讓我來祭祀你 不是,是我們才對 變身 魔人,你罪大惡極,接受處決 以前小時候五隻顏色有一種五打一 那些好像很合力 有些比較小孩子的傳授 但是看戰隊的多多少少都會留意到 蒙面超人各方面的發展 而且開始大一點的時候 蒙面超人的內容就會成熟一點 所以令我對於蒙面超人方面比較有研究 這個蒙面超人W 是我其中有一個舊同事跟我說 這個很漂亮 是綠色和黑色是兩個拍攝的 當初我都會在想 其實有多漂亮呢 好像平時看到的超人應該就是 一看全身都是一個顏色 然後有些不同的裝飾 這個就好像被斬開了兩個配色 但是可能我又對於綠色又有些喜歡 另外我又喜歡W那種簡單一點的設計 不會太多類聚的裝飾 或者太多不同的東西在身上 令到好像很大舊 蒙面超人W是偏向比較簡單一點的 雖然這次剛好適逢50週年 但其實我本身是否50週年 我本身最喜歡的都是W這個角色 在家裡都有買一些公仔 反過來有些偏心只是買了W的公仔 其他都沒有買到 同時也有些對我很好 他們可能知道我有份演繹過這個角色 也知道我喜歡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有些公仔 即是小時候的公仔會送給我 或者是會提我 說出了 你可以去買 我都奉獻了不少的金錢 我想其實在蒙面超人方面 它會有它容易的地方 也會有它相對上比較難的地方 容易的地方 由於它是你們不會看到它的樣子 即是有些感情上的演繹 或者可能在對口方面 就會比較容易一點 但是我覺得比較有挑戰性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剛好 它的設定是由兩個人合體 或者在一起 所以有時候它會有些自己和自己說話 自己和自己打架 或者自己和自己互相拉扯的畫面 這些可能我就會表達到 是兩個人一路說話的同時 可能自己身體裡有另一個人在拉扯我 或者在阻止我做某些事情 或者自己打自己 那些地方我就要留意一點 我是叫做主角的關係 可能我之前在家裡 我都會有看一看 究竟那一集的故事是怎樣發展 或者再加上就是整個蒙面超人W的故事 是怎樣去的 讓我大概都可以知道 那我相對上 可能會比其他同事 就會更加會預先了解多些 就是嘗試可以做多些準備 去令到自己的工作更加好 我想相信會令到很多人 如果有看過的都會覺得很感動 就是最後最後的一幕就是 左翔泰龍這個角色要送菲利普離開的時候 因為當時他們已經成為了很好的朋友之後 然後有一種很不捨得對方要離開的感覺 所以大家都哭得很厲害 菲利普還要安慰大家不要哭 我走了大家都要好好生活 我覺得這裡對我來說是非常之感動的 他不是那些可以一次過抒發了 哭得很厲害 他還要因為他是一個男人 他還要有自己的 他還有他的自尊心 他也不想哭好像很醜 所以他就忍住 但你看到他的眼淚就不斷地哭出來 我覺得那裡是令到我非常之感動的 我覺得這個當時應該都是配到 個人震了 又不懂得呼吸 又不懂得在那些位置亂哭不夠氧氣 然後整個人都在那裡震了 叫做菲利普 他叫做李振賢 他也是我的同事 雖然他遲我少少入行 但是因為這一套蒙面超人的關係 其實我們都成為了很好的朋友 直到現在可能我們都會一起吃飯 一起去玩 蒙面超人今年50周年 我知道MyTVSuper 將會重播我配過的蒙面超人W 這個我自己都相當之期待 另外蒙面超人W的延伸 風刀偵探動畫今年首播 亦都是在MyTVSuper上架 風刀偵探作為蒙面超人 系列50周年紀念企劃之一 故事講述 長太郎和菲利普 成功守護了風刀的和平 不過在城市的另一側 亦都發生了怪異現象 都會為全身戰鬥揭開序幕 未必有期待 都會亦都會被延伸 這次爭取有些人